高雄市第38届中小学科学园游会 今天在科国馆热闹登场 涵盖了物理化学生活及应用科技等领域 今年呢共设置了153个趣味科学游戏的摊位 内容丰富多元 为期四天的活动好消息 高雄市的学生只要凭证就可以免费入场 欢迎大小朋友来场奇幻的科学之旅 这个马达的供电方式有人的 放上太阳能板小船就可被驱动 一旁的潜水艇透过气压与水源 也可改变福利来完成下潜任务 当我们把空气抽走时气球变扁 水就会灌到潜水艇里面 增加潜水艇的重力 应用天然资源与学校地理位置 新拿国校将科技结合去为游戏 让小朋友透过实作轻松学知识 这是模拟压材水艇里面 我们把它空气注进去 把水整个排出去 那整个就会像一般的船一样 浮在水面上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概念 我们还是知道一个福利的原理 然后也让孩子知道我们未来 我们要探索底下的海洋资源 其实发展水下宅区是非常重要的 而拿下今年度高雄中小学科展首奖的 爱国国校除了展出得奖的创意耐震作品 更延伸出去的闯关 以最常应用在台湾校园中的 一墙解力墙设计 呈现耐震补墙前后的差别 选择他想要操作的耐震补墙的建筑物 然后去做一个自己手动的震动平台的一个测试 让他实际去看到有补墙跟没有补墙的差别 我们会让同学们就是自己组装这个建物模型 然后呢让他们知道这个建筑物的结构 然后再让他们放到这个手摇的震动平台上面 请他们自己摇动观察建筑物的摇动情形 涵盖物理化学生活及应用科技等知识 高雄市第38届中小学科学援援会 在科工馆盛大转开 多达153个趣味游戏摊位 要让大嫂朋友来场不一样的科学体验 整体的系统系列的活动都是科学化的 例如我们的摩采啦票选啦 在大家的协助之下热情的参与 还有科工馆以及八个承办学校的协助之下 这个科学游戏真的非常的精彩 主要理解科学中蕴藏的知识 就能揭开神秘面纱 高雄市中小学科学援援会 于10月18、19号及25、26号展开为期四天的活动 期间内高雄市学生只要凭学生证就能免费入场 来场奇幻丰富的科学之旅 记者庄市民夏小新高雄报道